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无聚会尽本分 我心里都很受责备 看到身边人临到各种不幸 他陷入反思 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死亡面前 金钱名利又有什么用呢 神话与引导带领 他知道了人活着的意义 小时候我家穷 常常受到周围人的欺负 和亲戚朋友的歧视冷眼 我就下决心 长大了 要做一个有头有脸的有钱人 让人尊重和高看 2000年 我和丈夫上班的药材公司破产了 我们就先后开了两家药店 刚开始 我们就是规规矩矩做生意 由于我是职业药师 懂些药理知识 配的药 大多数顾客吃了还比较有效 顾客也比较信任我 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 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却赚不到什么钱 而身边同行赚的钱是越来越多 不但有房 有车 还买了店面 我知道他们的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 也不想随从他们赚黑心钱 可时间长了 在金钱的诱惑下 我们也开始学同行 用一些期满哄骗的方式赚钱 比如 把价格低廉的药材 跟名贵的药材 掺和的一起卖 这样顾客吃了也有点效果 能稳住顾客 还能多赚钱 其实有时候良心也会受谴责 但想到 大家都这样 我们家要是中规中矩的话 也赚不到钱 就只有随大流了 还想着 只要多赚钱 我儿子以后上大学结婚 就不用愁了 我和丈夫后半辈子 也就有了依靠和保障 我也算是功成名就 做人上人了 这样 苦心经营了几年后 两个药店的生意都慢慢红货起来 我们家也买了房 买了车 还有了一些积蓄 这位人和亲戚朋友开始高看羡慕我 我的信用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正当我沉浸在发财的美梦中时 意外发生了 2012年9月份 我和丈夫朋友硬邀去参加一个生日宴 没想到路上出了车祸 一死三伤 我丈夫不但受伤住院 而且因为是他开车 我们家还要支付聚合赔偿 这飞来的横祸 让我感觉非常痛苦 精神几乎要崩溃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把全能神的末世福音传给了我 通过读神的话我知道了 人是神造的 人的命运都是神在掌管和主宰 我也明白了 人只有来到神面前 接受神的拯救 才有真正的幸福快乐 渐渐的 我心里就不再那么痛苦了 愿意把这些难处 都交托在神的手中 没想到 我丈夫很快就出院了 我们家最后赔偿的也不多 我心里很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 末世的基督带来的是生命 带来的是长久的永远的真理之道 这真理就是人得着生命的途径 是人认识神 被神称许的唯一途径 阿们 末世 神发表真理来竭尽拯救人类 使人脱离撒旦的黑暗权势 得着永远的生命 进入神的国度 这是唯一蒙拯救的机会 我觉得 自己此生能来到神面前 接受神的拯救 实在是太幸运了 是 我便力定心智 此生要好好跟随神 那时 我白天做生意 晚上去聚会 有时间也会去传福音 2014年 我被选为教官职士 我知道 这个本分很重要 也想好好尽本分 可药店 每天一大清早 就开门营业 有时我忙得 连灵修都顾不上 平时 也很少有时间 安静在神面前 好好看神的话 跟弟兄姊妹聚会 也只是读读神的话 交通点字句道理 对人 没多少帮助造酒 是啊 有时我忙于生意 耽误了聚会 心里就很自责不安 我想到神的话说 当你们满心欢喜 接到你们牢碌 得到的俸禄时 你们不为自己 并未装备足够的真理 而沮丧吗 还有看到神的话 你们每时每刻 想的不是我 不是从我而来的真理 而是你们的丈夫 妻子 儿女 你们的吃穿 想的是你们将如何 能享受得更好 享受得更高 你们将自己的肚腑 装得满满的 还不是一句死尸吗 将你们的外表 装饰得特别华丽 那你们不仍然是 没有生机的行尸走肉吗 你们都为自己的肚腑 操劳得头发斑白 却没有一个人 为我的工作 献上一根毫毛 你们为肉体 为儿女 奔波劳碌 绞尽脑汁 却没有一个人 为我的心意 着急 担心 你们还想 从我得着什么呢 阿们 揣摩着神的话 我心里很受责备 受控告 我天天忙于赚钱 连灵修聚会 有时都不正常 是啊 这不仅耽误了 自己追求真理 也没法浇灌好弟兄姊妹 耽误弟兄姊妹的 生命进入 而且现在神的国度福音 迅速扩展 需要更多的人 传福音见证神 我应该把心 用在尽本分上 为福音工作 献上自己的一点力量 可我 享受着神的 浇灌供应 却不能尽上 自己的本分 还在为自己的 前途名利考虑 为赚钱 付了那么多的代价 却不体贴神的信义 我真是太亏欠神了 考虑再三 我决定 转让一家药店 这样 虽然收入少了些 但能有更多的时间 追求真理尽本分 可我丈夫死活不同意 而且 当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出台了新规定 只有持有职业药师资格证的 才可以开药店 当时我们现 一百多家药店 只有几家药店 有资格证 而我们就占了两家 以后竞争对手越来越少 生意也会越来越好 许多同行都很羡慕我们 我丈夫更是乐开了话 跟我说 每年两个药店 至少能赚四十万 听他这么一说 我的心也不由得蠢蠢欲动 这些年 我们辛辛苦苦 赚了点小钱 接下来 可是赚大钱的好机会 再做几年 可就发大财了 要不 等再多赚点钱 我再全时间尽本分吧 就这样 我还是边经营着药店 边尽着本分 可药店的生意 是越来越忙 有时 我刚要去聚会 顾客就点名道姓地 让我给配药 聚会就迟到了 在家 也时不时地 有顾客找我买药 或者打电话 咨询病情 搅得我心烦意乱 不能安静读神的话 还有一次 我约好和弟兄姊妹 去传福音 也是因着药店有急事 没去成 每一次当我聚会 尽本分 我心里都很受责备 每天忙忙碌碌 做生意 没有时间追求真理 尽本分 这样下去 心会临时越来越远 我就想放弃生意 可我丈夫不同意 就开始拦阻我心神 还说 要是我继续信 就要跟我离婚 这让我很纠结 那后来你是怎么走出来的 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我才开始反思 我丈夫因着拜邪灵 突然被鬼附了好几天 看着他神经不正常的样子 我心里很害怕 那时我看到神的话说 在地 各种各样的邪灵 无时不再寻找可安息之地 无时无刻不再寻找 可吞吃之人的尸首 我民 必在我的看顾保守之下 切不可放荡 切不可妄为 应在我家中 献上你的忠心 只有忠心 才可回击魔鬼的诡计 千万不要再像以往 在我前一套 在我后一套 这样 已不可挽救 难道这一类的话 我还说得少吗 阿们 撒旦邪灵的确无孔不入 若没有神的看顾保守 随时随地都能被撒旦掳去 是啊 我丈夫不信真神 把邪灵当神败 结果被撒旦邪灵苦害 而我虽然信了真神 但还活在撒旦泉下 还在追求世界 活在钱财的捆绑里 不好好读神的话 不能尽到自己的本分 这样下去会离神越来越远 一旦失去神的保守 也随时可能被撒旦掳走 丈夫的事对我是个警醒 我不能再执迷不悟了 是啊 正好那段时间 我认识一个税务局的副局长 年纪轻轻却患上了癌症 他有很多的钱 也有很多人高看 但面对死亡 有再多的金钱和名望 也无能为力啊 是啊 钱财物质名利地位 换不来人的生命 也不能给人带来平安和保障 他更改变不了 人的结局和贵宿 他不是人的依靠啊 是啊 那时我就问自己 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就为钱财活着吗 死亡面前 这些金钱名望 又有什么用呢 不还是两手空空 撒手人寰吗 是 后来我又看了一些神的话 对我追求金钱名利的根源 看清了一些 全能神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是撒旦的哲学 在人类当中 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 这句话都很盛行 能说成是潮流 因为这句话 灌输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人从开始的不接受 到接触现实生活的时候 就默认了这句话 感觉到这句话是事实 这个过程 是不是撒旦 败坏人的过程 好多人 是不是为了挣钱 不惜一切代价呢 好多人 好多人是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 而失去尊严 失去人格呢 好多人 是不是为了挣钱 而失去了尽本分 跟随神的机会 跟随神的机会呢 失去了得真理 人一生 人一生都在追求金钱 名利 人把这二者 当作救命稻草 当作唯一的依靠 似乎拥有了金钱 与名利 人就能持续地活着 就会免去一死 但是当死亡临近的时候 人才发现 金钱与名利 离人是那么遥远 而人在死亡面前 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如此的不堪一击 人在死亡面前 是如此的孤独 无依无靠 如此的无助 原来人的生命 不是金钱与名利 能换来的 不管人拥有多少财富 多高地位 在死亡面前 都是一样的贫穷与渺小 金钱不能买来生命 名利不能免去人一死 无论是金钱还是名利 都不能使人的寿命 延长一分一秒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我从小就被灌输了 许多撒旦毒素 比如 有钱能使鬼推磨 人为财死 鸟为狮亡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就认为 有钱就有一切 就能得到人的高看仰望 活得幸福快乐 还认为 这样的人生 才有意义 有价值 所以我就想 赚大钱 发大财 做人上人 把金钱名利 当成自己的命根子 想方设法地 拼命赚钱 甚至 还不惜欺骗顾客 赚昧良心的钱 可直到我赚到了钱 凶心也得到了满足 我才发现 拥有这些 也消除不了 我内心深处的虚空痛苦 更不能给我想要的 幸福快乐 反而让我的良心 常常不安 金钱名利 像个枷锁一样 捆绑着我 使我明明看到了 神的救恩 也体会到了一点 追求真理的价值与意义 但还抱着 这些东西不放 还想一边信神 一边抓钱财 我真是愚昧啊 是 想到主耶稣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悟这个 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 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自己信神这两年 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 都花在了赚钱上 到现在还没明白多少真理 没有什么生命进入 是 这样下去 就算我赚更多的钱 肉体享受得再好 里面再风光 但我却没得着真理 最终只能是一无所获 要是因为赚钱 失去了蒙神拯救的机会 把自己的生命断送了 这不是因小失大 熟目尊光吗 是 我看到 所谓的金钱之上 有钱能使鬼推磨 都是撒旦迷惑败坏人的 谎言鬼话 是引诱人 远离神 背叛神 让人走向地狱的陷阱 是撒旦 吞吃人灵魂的诡计啊 是 撒旦的用心 太阴险 太恶毒了 现在 神的做工快结束了 神希望更多的人 来到神面前 接受神的拯救 我应该放下 熟识的追求 尽上自己的本分 在尽本分中 追求真理 达到盲身拯救 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 是 想到这些 我下决心 要放弃生意 全世界尽本分 不再为金钱名利卖名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丈夫听我说 要转让一家药店 他当时就暴跳如雷 威胁我说 要离婚 还说 要打电话 举报我信神 我想到 共产党对待信神的人 都是酷刑折磨 打死败死 我就有一些害怕 也有一些软弱 我在心里祷告神 求神加给我信心和力量 祷告后 我想到 神诸在一切 丈夫报不报警 警察抓不抓我 都在神的手中 有神做我的后盾 我就不再惧怕了 丈夫见我没有妥协 她又把我父母叫来 让他们说服我 我爸很生气地对我说 你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 放着现成的钱不赚 非要心神 你是不是疯了 我妈流着泪说 你要是不赚钱了 以后你儿子咋办 我们的养老钱 你也不管啊 我丈夫也开始软硬监视 他说 你就是不为自己考虑 也该为儿子考虑吧 他现在还小 将来要读大学 结婚买房 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只要赚到儿子读书 结婚买房的钱 我就不拦走你信神 听了他们的话 我心里有些动摇 是啊 这个社会很残酷 竞争越来越激烈 儿子将来读书 结婚买房 需要很多的钱 我是不是听丈夫的 再做一两年 多赚点钱给儿子呢 当时我心里很痛苦 也很纠结 我去呼求神 求神保守我的心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 如果你只有与撒旦 彻底决裂的决心 却并不具备 打败撒旦的有力武器 那你的处境 仍是很危险 长久下去 当你被撒旦 折磨得精疲力竭 却仍不能做出见证 仍不能完全摆脱 撒旦对你的控告与攻击 那你蒙拯救的希望 就很渺茫了 最终 也就是当神的工作 宣告结束的时候 你仍被撒旦紧紧抓住 不能挣脱 那你就永远 没有机会与希望了 言外之意 就是这样的人 完全被撒旦掳去了 阿们 神的话及时点醒了我 撒旦就是想利用 我对儿子的关心 让我继续陷在钱财里 巴不得我成为钱财的奴隶 永远走不出这个漩涡才好 那样到神做工结束 我没得着真理 还得跟着他一起下地狱 是 我差点就中了撒旦的诡计 丈夫被拦住我尽本分 以离婚威胁我 还想举报我 目的 就是想把我留在家里赚钱 要是我不能为他赚钱 他就想把我交给共产党残害 这哪有一点夫妻感情啊 纯粹就是把我当赚钱的工具 我看清了 我和丈夫不是一类人 走的也不是一条路 如果他要跟我离婚 对我来说这也是好事 摆脱了辖制 就能自由地信神了 我又想到 我想多赚些钱给儿子 让他以后有个好生活 这还是不相信 命运在神的手中 我儿子的未来 神早就给命定好了 我赚再多的钱 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我只有把父母和儿子 都交托在神的手中 顺服神的一切安排 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是 想到这些 我下定决心 不管丈夫怎么逼迫拦阻 我也要站住见证 后来我又看到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人都要追求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别满足于现状 要达到活出彼得的形象 得具备彼得的认识 要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 追求能更深的爱神 更纯洁的爱神 追求有价值 有意义的一生 这才是人生 才是彼得一样的人 你得为真理而受苦 为真理而献身 为真理而忍受屈辱 为得着更多更多的真理 而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难 这是你该做到的 你别因为享受家庭的和睦 而丢掉真理 别因为一时的享受 失去了你一生的尊严 你一生的人格 你应当追求 一切美的善的事物 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 这样庸俗地活着 而且一点追求目标都没有 这不还是虚度吗 你能得着什么呢 你应当为一个真理而舍弃一切的肉体享受 你不应该为一点点享受 而丢掉所有的真理 这样的人没有人格 没有尊严 没有存活的意义 阿们 感谢神 这段神话读着就受激励 心里就亮堂 是啊 当时看完这段神的话 我也很受感动 末世 神发表了使人蒙拯救的一切真理 得着真理的人 才能得到神的看顾保守 才能生存下来 是 我若继续陷在金钱名利的泥潭里走不出来 那就会断送蒙拯救的机会啊 我得好好追求真理 追求性情变化 尽到收造之物的本分 是 这些年 我虽然明白的真理不多 但在神话语的揭示中 我对自己的败坏性情有了点认识 也看到追求金钱名利的后果 这些收获 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是啊 性情变化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得经理许多神的审判刑罚 才能达到 我得抓紧时间追求 才能得到真理生命 是 于是 我就向丈夫和父母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说 神是造物的主 我们都是受造之物 信神敬拜神 是天经地义的 你们不信神 那是你们的选择 但你们不要拦阻我信神尽本分 家人见我态度坚决 也没再说什么了 感谢神 感谢神 在神的奇妙安排下 药店很快就顺利地转让出去了 我终于能全时间尽本分了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